新聞頭起先來關心 有這個環境我們 同步海域的海軍 角落欄雷特站 讓人發現到 營地區四周圍 都有黑白片的軍事用品 甚至是只有一個本色 我告訴你 這句說 內部都沒有在管理 要求海軍到的重視 這是華人方便鄉 基基海灣附近的海海線 山頂有這個環境 同步海域的角落欄雷特站 營地區四周圍雷特站 剛才只有黑白天 軍用品也黑白放 營地區四周圍會不會太冷 他們去關心 他們軍人下來 會在你們這邊買東西嗎 很少耶 有啦 有就是平時要買飲料 沒有亂丟啊 有時候他們的 都是一堆野生拿下來啊 所以附近的民眾收聽 不過營地區外面本層裡面 比較是有軍事 各種網 加工不發行的外甲 包括在水間阿嬸 的地方都沒收 來做讓人破壞 或是黑毒 效果不吸收 以海軍來說 他們在花蓮海色有 雄崩飛彈的陣地 雄崩飛彈陣地的戰情資訊 就要由這樣的雷達戰來提供啦 所以對於東部海域的海上防衛 可以說非常重要 而且現在大陸的這個艦艇 在台灣東部海域活動的非常頻繁 其實這幾年來海軍的這些雷達戰 已經不是第一件發生這種事情 因為這些雷達戰都未處在偏遠的地方 因此就造成了 上級諸島國際 海軍海洋鑑切支揮保護 是屬於飛彈 占領媒體 疾控的事情已經要完成 另外我們要檢討上管理這件事 平昌路市內部管理 也跟贏區四個月的順檢 記者綜合報道 醫院 體責 reproductive 谢谢大家